好了 欢迎收看由火猫直播给您带来的正中杯第二赛季 这样的一个决赛 我们这边的话是来到了决赛的第二场 现在目前的话是液体一比零领先 对 浮雕干觉得这个上局的话 一季是这个 为什么会被这个液体直接碾压呢 我觉得上局一季应该是有点轻敌了 就是他们的想法呢 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是BO5的比赛 他也知道液体有绝活 有光法跟精灵 他们是先放液体一手精灵的这个绝活 然后他们选一个蓝猫去在中后期处理精灵 他们想的就是BO5的比赛 我先放精灵 如果说我能够战胜的精灵 我以后可以一直放精灵 这样BP就会有优势 对 这个跟一季之前的打BO5的习惯是一样的 是的 有一季喜欢放对面最强的 然后去处理对方的这个绝活 但是呢一季这一局是没有想到 对方的线上会有这么高的强度 而且这一局Liquid他最后一手 这个NEC选的非常好 对 主要还是 就一个是打刚备 还有一个主要我就觉得是对线的问题 对 就是说你在前期如果你的双降游去中 你的刚备会被我DS压 但是我的降游去中呢 我NEC是可以单队你发调 然后是可以打出优势来的 对 这样的话前期这边 我的线上是肯定要比你强 这样的话我们刚才看到 因为Liquid是第一局轻松战胜一季 他们队员也是非常的 就在笑是吧 非常轻松都在笑 对 但是也不能高兴得太早 因为后面这个精灵是肯定他们选不到了 是的 苏美尔上局的话是直接这个对线上来就被刚三 对 就等这个船长兵力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这个版本是一个中路优势为放大的版本 然后这一局Liquid做得更加彻底 直接三个人在对线期一开始就是战中 而且是两个甩技能的英雄加一个恢复点精灵 是一个很强的三人路 这个三人路去刚对面三人路都可以 更别说打一个蓝猫了 主要这局一季在点出蓝猫之后 他们的思路是想通过这个蓝猫去切精灵 但是蓝猫这个英雄在前六级是很容易被击杀的 现场的观众在决赛日也是非常的多 坐无虚席 在这个不带隔音房的舞台 观众的喊声选手是可以感受到的 但是很可惜他们本土的东道主VP是已经被淘汰了 这一局一季果然办掉精灵光法 但这一局其实一季是先选方 他们还是办了精灵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用精灵这个点 这个精灵光法呢 其实是打Liquid各大阵队的这个常规两手 对 VP投影过两场也输了 对 一季的话呢 VP是放光法 对 但这个精灵是不敢放的 他们是放了光法 搬海明 然后一季呢 是把那个优先级最高的英雄放出来了 这边Liquid还是办帕克沙王 液体是 啊不对 是一记了一抢了大树 然后是Liquid的连点 感觉Liquid第一轮的话 一个是三号位的黑弦 一个是Crokey的海明 这两个点应该是在Liquid队友当中 比较百搭的英雄 就是效果 无论后面配什么英雄都很好 这个版本其实选人的话 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后期 就看线上 对 首先线上不能崩 线上崩了就没有后期 尤其是中路这个点 就你想要中路优势有两点 一个是前期 就是说你的将员能帮中 第二就是你VP的时候 可以把中路英雄放到最后 对 对我有在去选压制对面中路英雄的 这样的一个中单二号位 还有就是你的优势的英雄要强 这样你的这个将员可以去中路帮忙 黑咸大鱼 这个组合有时长比赛的数据 胜率是50% 一半一半 黑咸大鱼的话 是一个线上比较强的组合 可以打双链 黑咸大鱼最早应该就是VP开发的 当时大鱼人都打三 然后VP的六可以打四 四号位大鱼 搭配黑咸 在中后期 双跳之后团战的控制能力很强 这个组合是 就打线上 就他如果打双列 打对面那种竞战核心 是特别好压的 这样的话他可以牵制住 对面线上两个将游 人一战是第二手拿人要仔细地想一下 先选了一手大树 是个信息英雄 线上还比较强 有反手 线上可以保人 而且这个版本大树其实打双中也还不错 就是他就是单纯依靠自己的高攻击力去反补 第二手神域 用来这个克制黑暗咸者 对 神域者是线上打黑咸比较好用 对有神域者的话 黑咸一般来说是很难混线 对 他这个气运之末 是可以同时净化掉奔腾和立体外科的效果 一技这局选的这个英雄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像神域大树都是那种反手比较强的 这样的话他们要配一个前排战装输出点 就是后面的核心需要补输出 就是那种战装输出强的英雄 像是黑鸟啊 TA之类的 或者说SF 感觉这一局一技在第二轮有可能还是会选小黑的 他们的小黑体系是在这个版本用的比较多 胜率很高的一个体系 虽然说这一局没有帕克 一技的粉丝 一技 带上我的同样 现场还是这个支持一技人比较多 对刚刚看了一下现场支持率一技是要略高一些 包括在第一局看了一下那个投票嘛 就是胜率嘛对吧 这跟他之前的表现有关系 一技的表现确实之前的给人感觉好像是已经摸到这个版本的门路了 已经都很轻松 统治级的表现 但是液体属于是越战越勇 在小组赛呢 之前是挺迷的 但是后面打的是越来越好 关键就是他们在打VP那个BO3嘛 第一局被VP碾压之后呢 他们连班两局 对吧 他们那两局就是炮了就光阀给班的 对 包括他们的这个思路也很正确 就是他们从那局开始呢 都是选那种前期战线强的 就可以把他们拿一个那种德鲁伊 德鲁伊 或者说中路放一个什么剑胜龙旗 就是你这边前期将员是游不动我的 我可以单 就是我的一号位英雄可以单对你的三号位 将员不用管 然后你的四号位前期也游不了我 对吧 然后战线拖到中期 我三合战线发育 中期在发力 这边第二轮立刻的是扮了一手血魔 然后扮掉了能跟神域者配合的哈斯卡 神域哈斯卡之前一季是给RTZ用过这样的组合的 然后一季是扮了虚空冰女 第三首液体选出一手小鹿 这个德鲁伊没有搬呀 这样的话应该是GH的大鱼人 Crokey的小鹿 他们这一局没有打这个纯的线上宝人的英雄 那应该还是会选战线强的核心 就像是德鲁伊 N1C 就上局是N1C嘛 对 发条 然后最常规的就是德鲁伊 德鲁伊这个英雄一线上一打三都是可以混的 更不要说1比1solo 对吧 他是射程远 移速快 然后有一个野蛮咆哮 逃生能力还强 小鹿这个英雄前期可以游走 三鹿帮忙 伊克的这个选人很灵活 就雷霍的这个大鱼去猎树路配合黑咸打双猎 也是能够打出很好的效果来的 是的 就是我可以压制你两个酱油 然后我这边小鹿可以游走 打野游走 可以去帮中 第三手的男人 伊基要考虑一下前期应对一个带小鹿的线上 小鹿也是可以通过招野怪强行帮助一路线上的 选了一个蝙蝠骑士 伊基这边是这轮选人的比较保守 先拿三四五 一二放最后 蝙蝠骑士这个英雄啊 有的时候会会害到几方大树 把边上树拳烧开 没有地方隐身了 大树显形 大树其实相对来说还好 上版本是大圣是很怕C这边选蝙蝠的 对 第四手选上这个主宰 主宰也可能是中单 有可能 主宰也算是一个战线比较稳的英雄 相对来说主宰占中单呢 更好打一些 因为主宰如果说单优势路还不太好单 拍拍熊打剑身 拍拍熊选了很早 50% 场数是比较多的 30场 雷霍的这个阵容还是中期很强 就暴团推小鹿招野怪 然后剑身棒子DS没肯 还是恢复能力很强的一个阵容 对 恢复能力很强 一技的这个阵容 线上是神域者拍熊 那这样黑弦是很难混线的其实 是的 就这手拍拍点出来呢 再加一个神域 这局黑弦我觉得可以选择直接打野 对 这样黑弦一旦进野区就解放了神域者文大树 可以去帮中了 他们喊的到底是哪个队 我始终是没听没听出来 喊的是不是鹅鹅 应该是李克弦的吧 因为他取的李克弦的牌子嘛 最后一手李克弦是扮了一个剃刀 还是在扮现场抢的 听着听着变成VP了 最后一手 李克弦之前选了一局主宰是给 给Miracle来用的 我觉得这一局主宰如果打 打边路的话 他去单是不太好单的 无论是单蝙蝠还是单排球熊都担不过 所以主宰直接走中反而可能会好一点 中单主宰因为说他离他很近 放棒子之后呢 对方是很难点掉的 看一记扳什么 这边德鲁伊可以扳好吧 对我也觉得德鲁伊 中单剑圣优势路德鲁伊 小鹿打野 线上游走 他扳来手黑鸟 拿QP 扳了一个黑鸟 这局拿了一个中单压制力很强的英雄 对一记是明显强化了线上 而且QP这个英雄是不太怕被油的 因为他有手blink 我觉得这个黑鸟倒没必要办 不然德鲁伊啊我觉得 是的 因为Liquid他 这一记没有那种画面感吧 就是Liquid这四个人的这个分路 对 应该是德鲁伊 德鲁伊这个英雄线上墙 而且他分路灵活 可中可一 解放酱油 对吧 我觉得德鲁伊是Liquid这边最重要的一手 德鲁伊没有斑斑的一手黑鸟 不是很理解 果然是德鲁伊 选Liquid还是选到了自己比较 擅长比较舒服一条阵容 但是一记也是调整过的 他们这局的选人比上局要凶很多 线上的战线能力是非常的强 对 这局的话 女王相对上局蓝猫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在中路不怕被油 就是你小鹿过来 我这边有Blink可以逃身 是相对蓝猫在6级之前那个蓝猫的话 我们看他上局是没什么逃身的力的 被油就死对吧 只要被控到就走不掉 这局同时选了主宰跟德鲁伊的话 我觉得还是德鲁伊走中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主宰中单打女王也可以打 但是被压的会比较多 但是主宰走边路应该是要好打一些的 这局我觉得Liquid的这个阵容拿得非常舒服 就三个战线核心 DS德鲁伊还有剑圣 而且前期战线都很硬 有两个点可以动的 大鱼人跟小鹿都可以动 而且比较可以配合 小鹿带个物的话 招两个宝跟大鱼人一起开户去打 无论找黑钱还是找主宰都可以杀人 最主要你这三个大哥都不好杀 德鲁伊这个小熊你在尤塔 他吼一下断计的 剑圣有剑圣风暴 DS有加速 而且他可以打野 这三个英雄都不好杀 你看Liquid在打正中杯正赛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青睐着这三个英雄的 这个队就是要打战线 就是我前期一定要把线站稳 然后跟你拼中期 就我黑钱带梅肯 德鲁伊带辉奥 中期找你抱团 我前期把线站稳 让你这边去动 是的 这边看一下 出门庄 主宰应该还是边路 中单应该是德鲁伊 中单德鲁伊 然后J是大鱼人 带一双鞋小路 前期全包 过来先做两个视野 中路线眼 上路的一个视野眼 是的 黑咸这边是被大树放了一个线眼 这个线眼应该是被黑咸看到了 这是一个看黑咸打野的视野 因为他知道这局黑咸是战不了线的 对 然后这局一系选择了一个钢三 派白熊跟神医者直接往下走 想去压制这个剑胜 对 线上让派白熊去碰剑胜 然后大树这边也是一个针眼 反掉了对方的视野 黑咸这里疯狂打点 针眼在小路身上 但是没放 一系这局这个黑鸟搬的是非常奇怪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马兔关曼 德鲁伊 现在 Liquid这个一二号位的位置 已经是没那么清晰了 就是Miracle跟马兔关曼两个选手 一号位跟二号位经常会换着打 看对面中单是什么 对吧 然后再决定怎么去分路 因为也是德鲁伊这个英雄 他的就是说位置分配比较灵活 健身也是一样的 都是可一可二的 Miracle这一局知道自己是个抗压位 带了三组补给出门 这一次的大鱼人 上一局这个绝活精灵 已经是带队赢了一局 大鱼人也是他用的比较多的英雄 Crokey 小路 这一局一技 Liquid其实没有一个纯武号位 小路需要装备 然后大鱼人呢 中翘初跳 对 必须有个人要牺牲一下 应该还是小路 还是小路白眼啊 对 大鱼人这把跳刀肯定是优先级最高的 RTZ拍拍熊 牛仔套 苏没有女王 这一局一技是强化了线上 Universe的蝙蝠骑士 这样换线蝙蝠去队黑咸 就变成了一个队发育了 蝙蝠有火 也是可以处理一下 黑咸带套子的小兵的 你会在这里下路两个近战 打拍拍是很难打的 对 这里线上还是被一技针对了一下 大树 隐线旁边蹲着 是剑圣 这个剑圣风暴 转拍拍的拍拍是根本就不用跑 对 直接站在A你就行 对点就可以 打追击缠绕 再追着A 在A一下打了半血 竹崽 补给带了很多 而且带了稳TP 这一局明天就是扛压竹崽 大鱼人拉野 既然一技打钢三 但是并没有封 这波野怪 这波野是拉到了 没拉到 大鱼人 这两个人耗一下 小兵还卡了一下位置 大鱼人要吃一个术了 踩着吃一颗树出来 身上没补给 竹崽补给多 可以晕一下 这地方是需要小鹿下来帮忙的 小鹿的话在野区已经是过来了 招了一个消兽在吹风 又招了个石头人 应该是蓄了一下石头人的时间 两分钟的神斧很关键 大树大鱼两个人想抢 大鱼人有踩在 大树直接隐身吃了 大鱼人没想太多 对 中路女王10-4 得路于6-2 二级渡标 找机会就耗血 应该是运了第二个挂剑 加一个大药 兄妹们这局线上应该是会打得非常的凶 利用这个英雄的优势 这个兵线控回来 主宰是很难去收到正补的 健身在拉兵 这个位置 不好上去补 上去就要被这个拍拍熊拍 让他留一个转 还是可以跑 先买了一双鞋 给我小兵过来补 对 把兵尽量往回勾 只能这样 大人是在拉野 打了个缠绕 耗一波这个健身 尽量耗一波 快熊这一局跟大树两个人都没有带毒球 带个毒球应该是比较不错 可以多A一下 快熊这个英雄 现在带毒球是非常凶的 他多一下人会很疼 他A人是越来越疼的 大树击生种子 哎呦 这边已经 但是是拿一血了 对 但是大鱼人过来也是杀了 中路是个相杀 下路这边剑圣被打残之后 贴大要进塔 对 很难混这个线 下路剑圣是个扛压位 这一局 中路 刚才德鲁伊是先死的 女王拿到一血 这样的话 这个中路也是QP优势 尤其这局的开局就非常好了 对 而且又出了瓶子 这恢复能力也很强 下路还是强杀了主宰 应该是利用了他赚CD的时间 动力搏手 强杀了 小路 招了两个宝宝 下路一架薄冰 过来试下经验 主宰TP 这一局 立刻在选择两个非常规的辅助 他们是保不了线上的 下路被对面给通了 然后中路女王的压制力也比较强 小熊上了个独标 女王是B过来控扶 加速扶 在控到 这个女王现在站得非常舒服 也不怕对面油吧 所以打得很凶 而且不怕被油 不令 吼了一下 保证自己补到这个远程兵 女王尖叫独标 独标 德鲁尼这边 熊的血量太低 而且是刚复活 招过一只新熊 进入CD 所以说 能走 这边是在野区 发现了 Corky的小路强杀掉 拍熊也是个 打小路比较快的英雄 他可以无视小路的那个被动 像Liquid最肥的是上路的黑咸 但是蝙蝠骑士 也是跟他对发育的 这一局线上 是被一击打了一个 三合补到领先 女王先做大魔棒 站稳兵线 先没有出血 属性非常的高 这个独标消耗德鲁尼的话 德鲁尼也是要一直运这个补给 对 特别难受 再A一下 刚才是打出一下缠绕的 这个加锁是没舍得吃一只 吃了一个大药 等会留着杀人啊 看边路有个什么机会 中路女王26-13 德鲁尼19-5 小路过来帮 他放了一个现眼 一个独标 中路也不太好帮 这个女王他也杀不掉对吧 对 找了一个网怪 想杀是比较难 不是说杀不掉 很难 大树也在 点了个塔后眼 等会看有没有这个小鸡过来 大鱼也在往中路靠 女王开加速 再是一个独标 和平 想点死这只小熊 这样打的话 这个剑圣下路就很难混了 降渔全跑了 不降渔在他也 也保不了他 对一样混不了 拍拍神遇着站稳下线 买了一双相位鞋 压制力更强 这一波带车 拍熊是四级 剑圣也是四级 相位鞋过来 拍拍熊 直接想冲茶 就是不让对方正补 对 小路这边往下路走 招了一个人马和网怪 大鱼人也包下 这一波 想让剑圣勾引一下 来反打 感觉是 拍拍熊点了一下 角路来了 这个位置不错 先手王 再把这个近身 再踩 再踩 再转 晕到死 基本上 很漂亮 这边是自己找了 对方线上比较强的一路来打 打了一波双游 这个时候 一记在中路 补了眼之后 下路是没有放眼的 放了一个线眼 看不到野区的情况 没能够意识到对方的这一波双游 这波游走还是非常关键的 对于利克队来说 黑闲这一局 现野双射 倒是混得不错 已经是魂界秘法鞋了 德鲁伊 打出一击缠绕 这边女王其实上去 用独标打着 狗狗一说也不够 跑一下给控制 再踩 等下一个缠绕有没有 没出 但是这边小路 包抄了过来 漂亮这一波 看到这个小路的脸上 Crokey一个绕后 是的 这波苏美尔是没想太多 就直接往回跳 大树是没有学术甲的 但是下路刚才 主宰是被强杀了一次 现场太难混了 这边中路 大树也被杀 大树这边被留住 马上进入隐身 但是来不及 这边 Liquid的这个双降游 在中间的游走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帮助下路 杀利斯拍雄 然后来中 是包了一波女王 现在场上的经济的话 黑咸是全场最肥 然后是一技的三合 之后是德鲁伊 主宰是有点穷 不过大树人 这局还挺肥的 QUP刚才阵王也是 因为他想去用这个独标 去消耗德鲁伊的血量 现在这样打收益是不高的 刚才Liquid打了一个 很细的配合 他是让德鲁伊用那个 小熊先吼一下 用吼来控到女王 让大树人接踩 等于说吼的这个时间 女王虽然说往回走 但是也被控到 让小树的那个包钞 也是比较不漂亮 对 QUP最后跳到小树脸上的 这里一张踩 没敢吃这个恢复神符 大树人 直接跑了 让女王控到了一个恢复 天灰下塔 开白熊 下面站得非常稳 箭圣也没什么地方能去 这个小路在打野 下路现在站不住 有六级 DS在打这个小野区的野 这个时候箭圣跟DS 是可以考虑 开悟去抓个人的 带套子有斩 伤害还挺高 可能DS也是把这个野区 让给他了 下路强杀大鱼人 踩一下 这边踢下来 直接奔腾 想留 小路带后来带着野怪 拉开真空 但对面跑得很快 没有留住 过来吃圣坛了 箭圣这边上去 打这个蝙蝠也不是特别好的 但是还好 没有生命危险 拍拍熊马上放过来 马上有生命危险了 蝙蝠骑士也很费 7级存了1400 看到拍拍熊 健身又得回去了 现在只能打野 看到拍拍熊在线上 现在线是混不了的 对 肩胜这局确实是个 扛压的位置在线上 小路跟大鱼人 对中路有时候想法 但这波是没有开悟 在白天 直接包了一波钟 大鱼人是快要6级了 下路黑弦 过来混这个线 把线推过去 中路打区机缠绕 大鱼人 没踩到 这回德鲁也没有给吼 刚才德鲁应该是在缠绕之后 马上给一个野蛮咆哮 稍微吼一下 然后让女王往回走两步 被大鱼人再一个踩 发现了一个小路 给一个尖叫小路开加血 加血只有1级 这样来看的话 Liquid除了剑胜比较穷之外 其他点还是比较肥的 整体经济Liquid还领先 德鲁一这个小熊 不断去逼女王 打出一几场了就很危险 大鱼人在这个位置藏着 又来了 给一个点灯 把女王赶走 他这边是在骚扰这个QP 对 因为德鲁一在补点金手 这段时间比较关键 1400了 把德鲁一这个点金手先保出来 现在黑弦和德鲁一的这个线 是能站稳的 剑胜现在占不了心 剑胜可以打野 对 这样的话拖到中期 留下的这个阵容中期抢 就是德鲁一出了灰 然后第1次出了梅肯之后的抱团 但女王是做出了纷争 蝙蝠1900 很快跳到 即使 目前是不会让对面将战线 站这么舒服的 就对这首蝙蝠跳之后 把这个线上的节奏打开 德鲁是11分钟点金手 这部车刻意没有打 让小鹿招 小鹿这个中期招车 也是一个节奏 之前看2000个的小鹿 就会经常这样打 大家先过来推塔 这个地方是有车 是推塔推得很快的 用彩S先逼女王 一个起 blink 野怪的话 输人里面看一下人 对 中路这波是强推了 这两个人都是守不了塔的 大叔这边树甲给的也没什么效果 小鹿开一个加血 这波强推 女王大招 小鹿没有秒掉 打了个毒标 对 一脚踩 这边女王已经空来了 中路塔被拆掉 这波也是以破塔为主 拆完就可以走 想追熊 KOP现在是没有状态的 对 小鹿是没有死 这波还过来炸了一下 好像 这一波的一技就比较亏了 就都打到中路了 然后塔没守住 下路这边黑弦单混线 大人吃一个赏金 他为什么在边上打野 发现了 骚扰一下 点了个针眼 女王上楼空到一个奥树 但是蓝不多了 刚才是一套爆发拳给了小鹿 但是没啥死 黑钱做出了没肯 非常随 蝙蝠跳到 他这样一技 要开一波雾了 对 他们这个时间是 一定要主动去打的 不能跟对面对刷 打到中期不好打他们这个人 对 东西那边抱团了就很难打了 主宰这局是要 补小剑积累过渡中击 准备走向为天阶战鼓的一个路线 蝙蝠已经满目了 上路这一波 这一波小鹿招不了车 那部车应该是没保住 正受到攻击 天徽下塔正受到攻击 风暴清兵 拍拍熊是在逼下路这个塔 先出个祭品 这样雷克的前期把塔的话 也是可以帮助这个大人快速出到跳招 是的 塔前的话大家都有能不能发工资嘛 雷克的这一角度还是很不错的 天徽下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上塔已被阻碍 这波是个换塔 但是雷克明显推的更快 推完之后还可以带一波线 清点野 下路可以继续推 这边下路拍拍熊还是漏头的 再过来逼一下二塔 把人打回来 主要是雷克的这个阵容 推塔比对面要快很多 是的 点真眼 点真眼这边大树 减速 减速 但是位置有点深 给主宰套子奔腾 大树一个大招 但是王天斩 直接无敌斩加剑人风暴 天生 斩切转肯定是可以秒的 有大招为什么不救一下呢 刚才 可莉特真的站在大树旁边 给大肯定可以救啊 没给到 装了女王 中了个点灯 他应该早就六级了 这蝙蝠现在出跳之后 也没什么节奏 对而且身上是有物的 已经被眼看到了 被眼看到了 点了一下这个蝙蝠身上装备 对吧 有跳刀 有看到这个蝙蝠TP 蝙蝠是 自己 自己踢圣坛 没什么用啊 大鱼在线上打跳刀 这波要QUP跟进 两个人一起 奥数加上恢复 大鱼人藏了一下 大鱼人是 哎女王已经踢上了 女王已经走了 女王已经走了 走了上路这边 拍拍什么大招 还准备封 拍不到人 两个套子 是的拍不到人 技能放完 神运者被这个剑身贴身 也被英语内施令 摩免 往这边 接着 开战鼓跑 放一个指导守卫 安全 下路蝙蝠 其实自己有跳 但是 没用啊 感觉这把跳 没有能够利用起来 他身上这个物一只放的没开 对 没这个机会 倒走了 上路这边好像还在追吗 德鲁一想 德鲁一想 看有没有缠绕 点灯是给了 缠绕就死 应该 直接拉了小熊 防止被缠绕 但是 这边游过来 缠绕出了 踩一脚直接带走蝙蝠 这个蝙蝠就很亏了呀 对 上张出来是 没结束 而且这边下路 又死了 他本来 他这波是想和这个QP 配合杀这个大鱼 对 这个QP踢上去了 因为上路拍有熊被先动了手 他一个人是没办法杀人的 大树 发现了小鹿拍死 好别拍死 给了剑胜一个套子 剑胜水马上好 马上有大招 德鲁一经济在中期补到了全场第一 两千七 在野区无脑发育 小鹿买一本经验书 已经六级了 上路 黑钱给自己奔腾 小鹿拍熊 拍熊暂时是没大的 对 拍拍熊刚才杀小鹿把大招开了 拉了一手没肯 先开转 再放强 再往住 神医者有大招 就一手 还有一个束甲 想反杀 给斩 再往回拉 拍熊这个位置被风筝死了 能boss吗 给了一个敌对之焰 加血 这波反打了 大拍拍熊一套输出 反杀剑圣 对 就回来反打 前面有强减速一下 蝙蝠这边是在追击 再拍死一个小鹿 女王在后面 切黑衔 大树一个缠绕 女王魔棒 放大招 再点 非常肥的黑衔被杀掉 这一波 杀拍拍熊还是有点勉强 对 双辅助全在 大树树甲加神医者大招 虽然说最后强吃了一个斩 但是神医者不断给这个满击的敌醉之焰 还是给恢复回来了 对 主要大树还有手术甲 还可以再持继续 对 他们两个辅助是都在这个盘盘后面的 大树人跳刀了 对 然后 没有 要 Hey 而且派派熊也不太好动手 刚才也是因为他看派派熊大招之前用过的 想开悟这一波应该是 DS必法先没啃 大渊有跳 这波是大渊要跟团 这波可以利用大渊跳刀 先手加套子伤害小路给远程的推进 大渊有跳他们也没必要去打 就蹲好人 大渊跳刀打反手 DS蹲好人发育就行了 这波过来空盾了应该是 小龙看有没有招个宝宝去看一下的意思 然后主宰开转带线 黑暗后面蹲着 青兵 开转今天打盾是打得很快的 放了一个宝宝进来看 看到了 一级的人全在 要强保这个若山盾 推前一个奔腾往大渊跳刀 真要打开转得先找 蝙蝠先甩出来被吼了一下 这个位置结被秒了 战胜无敌斩斩QBQB跳走 开转控盾 战胜的话已经是拿到了 看大渊第二条踩 再往这边圣坛位置撤退 跳一下 大招被卡了一下 大招 断一手被踩到 看他中间跳过来 DS一个拉桥 拉三个 给出梅肯 大渊还在牵扯 王宿的大招已经交了 一个安斧 大人踩脚中了毒标 跑开 白球马上活了 再打一个 副跳走 这边应该离嘴不好打了 大人是没状态的 现在的话打不出控制来 而且有个神御者这边不断救人 这个命运吃定的是魔免 还有一个 七云之末进化 可以进化对方套子 可以进化点灯 大招还可以救人 这个神御者不死的话 立刻确实不好杀人 女王刚才是没大 有大肯定反打 嗯 大招刚刚好 主拍熊士控队成功 然后自己死了个蝙蝠 则鲁伊的经济 应该是马上回药了 遗物已经有了 差一点先回药 Universe的蝙蝠 这一期节奏不太好 本身是跟线上单混的兵服 前击是很肥的 但是出跳之后的节奏 他这个雾是还放在身上吧 是不是之前那个雾啊 好像是还没开过 好像没开过 这边Liquid有两个雾在 感觉是Liquid很想开雾 这个时候 但剑圣这一波暂时还没斩 这时候开雾 时机不太好 等这个德鲁伊出到灰药之后 德鲁伊露线四人开雾会比较好 或者说再拖一拖 这个潘费熊盾没有了 对 因为这个前一技 应该是过来找他们打的 一技现在光跳刀 女王有大 正是一个进攻期 前期这个雾是可以留着 德鲁伊露要了 一点一技开雾 现在一技是肯定会主动去找Liquid打 Liquid只要蹲好人打反手就行了 德鲁伊已经是变身成熊形态了 破雾 招出来 这边侧翼点眼 过来找到这边大鱼人 没踩出来被留了 直接被秒掉 DS一个拉墙 拉三个 打住这边反手留人 留住DS DS自己很危险 先生给个治疗守卫 他还是被秒了 女王一个大 德鲁伊特会要把别人抗成了半血 会有神医者的恢复 再踩一脚 点拍熊再给个竖甲 地鱼院的恢复能力比较强 这个棒子被点掉 感觉Liquid这边是想跟对方僵持等大鱼人复活去留人 但一级这波是走了 这波是杀大鱼人和黑贤 中卡住宅可以反骨 哎不知道 现在车的攻击力太高了 一级问对面的人卡不卡 没有暂停 你直接问了一句 但神医者被抓 点灯接转 神医者有大的 冲上来 还有这个界设 神医者这个时候血量很危险 吃个魔棒 再打一个烟伤害 下面有鞋走出来 还有熊是没蓝了 一脚踩 身上有盾 焦盾 大招还在 人马准备手 比较远 手师踩一脚 没踩出来 起来直接开大 被点了个增 边有个大树 一句刚才那波打完这几个人都没什么状态 对 一脚空蓝 蝙蝠空蓝 女王也是基本上空蓝 熊站着还是暂停了一下 觉得有点卡 卡都要疯了 对 第二波不好打 他们这几个人都没状态 没有状态也没有技能 是的 现在整体经济一技是领先了一千八 经验是领先一点点 这个局势还是不太好说 女王一万经济 纷争加上吹风 德鲁伊的话 灰耀 现在对于Liquid来说 还没有到他们装备成型最强的一波 他们需要等到黑钱跳刀 加上剑胜出一些中期的输出装 分身俯活着散失之后才会更强 分身散失冰眼 德鲁伊两波嘛 一波灰耀一波强息 对 剑胜只要分身散失一出 这个派鲁雄就很难输出了 就很难去秒剑胜 然后他是要被各种风筝 早晚要死 虽然说中期将要救人还是很强 但是后期的话就没那么厉害了 后期Liquid 一个是切酱油 切得越来越快 另外就是杀对方的核心 可以边风筝边打 依靠道具 依靠装备来风筝 所以这个局势往后发展的话 对于一期还是比较不利的 派鲁雄这个英雄毕竟是一个 是个违和英雄啊 前期很强 但是成长性不是特别好 中路德鲁伊 依靠灰奥这一波过来强推 剑胜放个指导守卫 正好一期的人回去补状态 而且没技能 女王没大 QP这边是先要回一下蓝 这排排手这边想跳过来 其实挺危险 走了 这边把人打过来之后 选择先行撤退 再发育一下 大羽人准备出推推棒 这边Liquid的后期者 风筝装越多 派鲁雄就越难发挥 开排手这一局 看处中 要出暗命 中期打一个爆发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这局BKB感觉也需要出 下路这边Liquid的抱团 蹲主宰 然后想推对方的下路二塔 主宰这边已经拿到了 散尸的配件 还差一个 这边是扫描 发现了有人 直接开悟 破悟 有粉吗 有粉吗 没反应 一个都没吗 盲跳踩没踩到 有真眼 点了一下 大树一个反跑走掉了 他们第一时间是觉得 不是边上是大树 是那个右边的线上 有人 大树TP 不是一个影视大树 这也是盲踩踩到了 黑咸给一个真空 可以把树拉开 但大树又贴着树跑了 没有粉 因为大树是被法伤打的 这个绿鞋没有破 所以跑得很快还回血 主宰散尸 主宰正好是有兵线 下路直接推 主要给德鲁一点时间 推得很快 其余人站位站得比较散 这样塔不会加护甲 很快就点掉了 小路还招了个头狼 继续第二塔 开了一波塔房 大树人找到了神医者 被拉住 拉过来 大树人往回走还是死了 神医者大招给了自己 就一下自己 小路的位置有点深 小路这个位置非常大 这比王跳过来 吹风被秒伞尸 这波苏妙应该是 没有意识到坚持的伞尸 是的 他跳过来 他跳进来打伤害 对 用吹风来保自己 开这边德鲁的熊 定一下 这边熊直接被打掉 死一只再招 这个熊死了之后 这边大树是有大梅兰 开熊要被追了 有散失的主宰 小熊往前跟 一个拉 拉过来 拉两个 再接脚踩 接脚雷马的踩 带走开开 小叫开开熊 继续来点塔 这个塔可以继续开 这个地方 蝙蝠骑士也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 这一波QP 这个女王的切入 是很有问题的 他应该不知道 肩上有散失 可能是没注意看 可能肩上没露 他直接闭脸 方技能 想用吹风来挡一波 但是被散失之后 斩死了 但是还是做出了子愿 黑钱三千二啊 这一波 蝙蝠推推棒 这把一技 这个双辅助配的 这两个核心 都不是一种 持续输出能力特别强的 嗯 都是进去打一波的 盘盘雄打到后期 一波进去 秒不掉人 就基本上没什么用 对 他就出不来了 不是那种持续性很强的 他们的这两个反手将有 嗯 感觉一级这一局的阵容选择 应该是想线上打出优势 就是打线上 然后中期脸 中期拿下的 让你这边刷不起来 对 他是盾之后推塔 压制你的打前空间 杀熊 这是第二只熊 炸一下 啊 这熊是被杀死 30秒没熊 这个熊快cd好了 30秒 嗯 剑胜散尸之后了 再来补和身符 杀熊是暗灭了 上路 贝克的抱团再次过来推 剑胜做了一个单刀 其余人开悟 这波是黑咸大鱼人双跳 这个双跳是藏在里面 打要打配合 给大鱼人上了个套子 黑咸可以打这个反手 大鱼人打先手 先把信息打出来 二塔一技 来 已经来不及手了 来不及过去了 推得太快了 像一技现在在这个26分钟 只剩一个塔了 对 他们自己是没怎么推塔的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推不了塔 只能杀人 感觉这个局势被 被立刻掌控了 立刻只要自己 这个阵容往后刷 就越来越好打了 一技这边 他们的四五号位 是没有输出的 就是没什么 一技这局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这个蝙蝠出跳之后 节奏不好 对 没有打出那种 就是线上优势之后 再去打一个中期滚雪球 蝙蝠的节奏很畅 对 所以说给了这边 雷克的发育的空间 这一波开悟 想抓人 大鱼人跳踩 过来 起来来解释 能不能秒 好 给一个主要的大招 反锁要拉墙 接下来被秒了 对 这一波反锁 过来直接秒了这边的小鹿 赛地图标 黑箱也死 BMS也被带走 这一波蝙蝠的先手 就打得很漂亮 这一波是蝙蝠本来想 拉大鱼人 大鱼人往回退点 但主宰往前走 反而被拉住了 正好盾刷 过来控第二波盾奶 这波一技极度完美 非常的关键 雷奎人站的确实是比较近 但是 蝙蝠这一波的跳推先手 还是救不了 他们这个阵容是没有人 可以去克制蝙蝠这个点的 蝙蝠的先手是可以稳定拉到人 还能带盾女王带奶 看这波路下 能不能把这个局势 完全压制住 压制住雷奎的 这波是让他们战具了一个主动权 这个点差不多可以带宝石了 竟然可以买宝石了 太繁衍了 利用这个阵容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你看就是大鱼人跳踩之后呢 其实蝙蝠没拉大鱼人 他是拉了一个主宰 主宰是第二时间走过来的 然后女王给子怨主宰 不能开转大招秒掉 黑玄刚才是离得比较远 就跳过来那个时候 剑圣已经死了 然后大鱼人跟黑玄 两个人往前冲 这个大鱼呢 是先把这个踩用了 不然他可以跳刀打一个反手 对 他是踩了一下线上的兵 然后跑 剑圣被拉 就没有反手可以救人了 然后两个人前冲去救人 正好被大叔大招全部拍住 这一波立刻的一个开悟 主动出击 这一波大鱼人这个 自己要踩是 不知道为什么去踩这个线上那个兵 想把线收了 没有想到对对方正好开悟在附近 想踩着赶紧跑 这大鱼刚才但凡有一手踩对吧 就断一下蝙蝠 这个局势完全完全不一样 反手一个拉墙 对吧 就直接反打 关键时尚没技能 德鲁一六本TP 现在一技要做好视野 然后能把对面这个冰线压制住 空间压制住 现在雷克特在对面有盾的时候就带球嘛 就不跟你打团 最多是隐身 有子愿 但这不应该还是抱团推下路二塔为主 一技这个阵容呢 虽然说现在很强势 但是推塔是比较慢的 这个阵容点塔非常的慢 只能靠派雄暗灭去慢慢的去普攻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呢 立刻开始带球 中一个隐身女王看情况 那个边上刚才有眼 知道这个人是过来先手 到这边 小鹿 满手一脚踩 断一下 是的 你玩一个大招把小鹿秒了 再找大鱼人 吹起来 黑鲜给个大鞋 大鱼人 有加速了 过来再独标 分阵面杀 大鱼人是跑得比较快 再跳 踩一脚 还一手 全是伤害技能 大鱼人跳不出来 黑鲜也没有过来救 刚黑鲜过来给个奔腾的话 大鱼人感觉可是可以走的 这黑鲜没有管大鱼自己跑了 下塔推掉 中路是完成了一个抓人 他把管这个大鱼自己也死 没想到说绝对 一击主要是他们这个这种推塔太吃力了 所以一击这局上高是个大问题 他们虽然说现在很强 但上高很难 这边发现了一个黑鲜 黑白熊有想法女王也在 这个位置黑鲜是 立刻的是没有视野的 这个小熊看到这个拍拍了 白白熊这边想杀熊 吼一下 一击的这个视野都是做的比较深 对 这一方也去三个假眼 就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抓对面一个重要的核心 然后立刻的是断眼了 场上没有任何的视野啊 蝙蝠是带了宝石已经 对那个点是肯定要起宝石的吧 在对面的这个眼下 雷克的这局呢 这两个英雄其实都是四号位 嗯就没有那种 八库查的 没有适合去暴眼去做视野的英雄 小鹿其实也是很需要装备的 对 但是这局他就打全五 没办法只能打五 来了假眼身上没有真眼 但他如果打五的话 他本身太脆了 很容易被秒 防战就会瞬间少一个人 他本身在 比赛中 因为应该是出一些装备 能够去打输出的 小鹿比赛的一般一般是打四的 因为他的装备成长性高嘛 女王西瓦双倍服 看到了一只熊想杀 打一套 硬一下 逼过来 再 双倍 这西瓦没守得开 刚才开西瓦留一口 因为熊已经死了 熊是没死 这样的话回去补一下 杀这个熊跟杀人差不多 不用省技能 现在这个情况下 雷克都是 剑圣出去带 其他人都是不敢带线 上路踢回家 本身虎差一点钱 一级开了一波物想抓 雷克的人全部塑在高地 这只要坐到外面不死 然后拖到这边这个盾没有 德鲁伊是带了保持 迫不担心 牌牌熊跟机型A上 盾笑了 没了 盾笑了之后 力克的应该是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做点视野 甚至可以考虑开悟跟对方去打一波团 他们现在其实装备落后并不是很多 打团的话 只要打出先手就会打出一波团 也是可以秒人的 剑圣分身了 一波开悟 直接包对面野区 对面野区现在没视野 这个地方往这里冲 诶 女王 诶 女王闭脸 被拉过来吹风吹死 有散失 有散失到地上 再吼一下 神域者救了 救一手 这个反正很关键 对 这个女王大中这边一个大招 有人 也是一个墙 盘盘熊这个地方 被放风筝了 被风筝了 被风筝了 看大招打了一手缠绕 大招马上就要结束了 进化一下 解一下 对但是被这个小路放风筝 还有树甲 被各种风筝 剑圣被带走 一个位置 一个 标 冰云吃令 磨免 再给一个去之处 接点灯 漂亮 大树其身总裁可以回血 推的这个神域者的作用是非常明显 他已经变态杀路了 对 还是回去了 河鲁里宝石没有掉 这波主宰 剑圣是追的比较深 他去追蝙蝠被蝙蝠拉到高坡上面 然后战没有放就死了 这一波关键是神域者这个技能啊 他各种救人 把这个关键技能全部挡掉了 先是大招 这局这个神域者不再救人 而且他杀人杀人 对 大招救了一个女王 然后命运吃令加去运之末 各种解状态 然后给加磨免 使了自己的人是一个人没有死 哎 大树的这个 牺牲手持 对 加上树甲 这个双反手确实是 作用太明显了 这一波直接上高 这一路肯定是没了 还可以安灭点得很快 点掉 破一路高地走 34分钟 这一波团战本来应该是 Liquid比较好打的 但是首先女王他往前 必须正好是 无意中躲着大约一个踩 然后神域者的大招是救了女王第一波 剑圣在那个位置跟蝙蝠纠缠 自己被 被杀掉了 这一波剑圣没有打出伤害 他的分身散尸全给了蝙蝠 但是没有能够杀死人 再开一波雾 就会有点着急 因为肩圣斩还在 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直插野区 神域者做了个没肯 天灰上台正受到攻击 他往前野区没视野 先作业 发现了 神域者 先杀神域者 拉过来 拉大队 对上踩一脚一个墙 推一手直接 无意中 神域者给大招 神域者关键有一手没肯啊 抬走自己 吹风 技能交完 来进来 过来输出秒杀这个小鹿 神域者还没有死 神域者还没死 只吃了一套技能 女王这边过来 西瓦留人 大招 减速了一下 德鲁伊德鲁伊TP 女王这边过来找 B过来 一个吹风留住 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两波开悟都血了 两波开悟加起来死了7个人 第一波是只活了一个德鲁伊 这一波德鲁伊健身 两个人都死 这一波剑圣 大鱼人黑贤 两个先手控加一个斩 全给了神域者一个人 神域者居然没死 神域者有一口没肯 对 抬了一手 保证把大放出来了 他这局数据好 一直没有死 有装备 708的数据 他这局是打5号位的 一直在满眼 对 出了个没肯 这一波的话 力固的应该是要被打死了 过两路了 本来力固的这种往后期打的话 中期也是比较好打的团战 但是一击这局的这个双反手 大树神域作用是太过于明显了 把力固这个先手阵容是给彻底遏制住了 马上刷 哎 正好刷了 这个盾 力固的必须过去再打一波啊 这个盾奶一放基本上走远了 被迫两路在让对方控盾奶 打不了了 大鱼人看到了火 知道里面应该是有人的 女王 爹斯 前面开到A一下 跳走 这个队马上被打掉了 拍拍胸开大招 再拍一下把盾打掉 盾奶全拿 大鱼人踩两个 但是没用 大树留人 一瓦 大鱼直接被秒 对 这个地方剑胜也被减速了 再追 找爹斯 这一件大鞋是刷解掉沉默 但是小鹿 现在这个时候很脆 直接被带走 小鹿完全没有装备 他完全还在追 剑胜 这一手加速过来 减速 打晕 直接秒杀 海群是有个小晕锤在 妖怪般的杀戮 这个神域者 神域者这局是MAP级的表现 他作为一个五号位 除了救人之外 还打出了特别高的伤害 杀了很多人 攻防两端完美表现 对 直接太激励了 这一波 写雷霍特在这个比赛中期的那个中午的一波是一个转折点 写雷霍特大人跳踩完之后 剑胜被拉 然后剑胜被冰 这边拉墙接踩三个人 再吼一下 剑胜不在 神域者又救了 又救一手剑胜不在输出不够 点圣坛 拉住大鱼人 直接被点死 大鱼人这边也是被秒杀 赶紧雲吃令 还没死 贴骨灰 加继续种子各种回血 一个人死不了 他就连盾都没掉 死了也有盾呀 对 这局的话 雷霍特是已经这个 已经可以继续 实现问题了 拍摄雄可能刚才本来想卖盾了 后来发现没死 打出笛子 打出了击击 恭喜一击是第二局 扳回一局 打比赛脱入BO3 这局的功臣真的是这个双反手的四五号位啊 团战中救人做得非常到位 也是Liquid可能有点 就是没有想到对方的四五号位救人这么强 没有去针对对面 没有去切对面的辅助 先切核心 但是核心始终可以被救 始终死不了 然后再来反打 自己是中期连续输了几拨团 然后打出了几拟 雷霍特这个阵容在中后期 还是要比一击好打的 对 但是他们在中路一波关键团 就是大鱼人是跳踩线上兵 就没有那个踩了 剑身被拉住 然后那时候DS在远处 对吧 没有第一时间跟进给一个拉墙 导致剑身被秒 那波团输了之后呢 一击是顺势在拿到肉杉 滚了一波雪球 建立了一个中后期的优势 对 再加上之后的那波中路的那个团 对就之后那波其实也很关键 他们本来是有一个抓女王的机会 但是女王正好往前 逼大鱼人往后踩 躲开了一第一脚踩 对 然后女王避人群中之后呢 吹风被散尸被击火 但是神域惹一个大招